香礼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香礼相亲 昨天我表弟来我家里吃饭 我先生做了一桌子硬菜 酒过三薰之后 我表弟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姐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长期饮酒 会得到什么吗 我说什么呀 我表弟特别认真地说 如果一个人长期饮酒 那么他会得到快乐 哎呦我的妈 我当时差点把他从我家捏上去 这个喝酒啊 它肯定是小酒疑情 但你要是喝大酒 或者是长期饮酒 那肯定会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什么高血压啊 高血脂啊 溃疡病啊 最后难受的不还是自己个儿吗 说什么酒是粮食精 越喝越年轻 那都是骗人的 酒喝多了不仅伤身 他也耽误事 就像今天来我们这乡亲的王任辉大姐 他就是因为酒才和前夫分开的 因为他前夫呢 曾经常年在家中无节制地喝酒宿醉 王大姐呢多次劝阻 也没能改变 最终呢 他忍无可忍 只能默默地离开 现在呢 他重新寻找幸福 找老伴的首要标准 就是要看他的酒量是多少 哎呀大姐啊 你这不好找啊 好找 什么不好找 我哪这首帐都摘起来 走吧那四代元 四代元 相亲主角王任辉 52岁 大安市人 李毅 医药药材公司退休 退休金2200元 一个女儿已婚 在长春市租房 咱是到你住的地方吗 对啊 就是姐姐家 到姐姐家 对姐姐家 你不是说去你那吗 因为我那屋里都窄 小光线也不那么好 到姐姐家来 过姐姐这个屋里边 比较亮的 光线也好 那也行 来了 你好你好 你好姐姐 请进 打扰了啊姐姐 不客气不客气 这个用不用换个鞋 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这屋子收了日子真干净 姐姐干净人 妹妹找个相 是不是让你挺操心的 是不是整个家族都在操心 整个家族是什么 对啊 都在关心的 他是怎么样个为人 性格很好 为人是没说的 性格挺温柔 干净利索 就是有点 好胜吧 啥都想做到第一 啥都想做到最好 对对对 王仁辉原本和红娘 约定去她的住处 但是见面时 却把红娘带到了姐姐家 原来王仁辉 目前在姐姐家附近 租的插尖居住 她怕屋里住的人多 太吵和光线不好 那么王仁辉本是大安市人 为什么要到长春租房住呢 这得从她和前夫的相识相恋慢慢讲起 八七年结婚的呗 她比我大四岁 咋认识的呀 介绍 没人介绍 出了好像不到一年 半年多 没见过几次面 我记得我已经看过两次电影嘛 就是找国营单位的那个年代 你不知道 那八几年纪找国营单位的 觉得她这个单位挺好的 她咋情况 又不能结婚那么早 她妈妈总有病 就是说 一整就是说不行了 再就是挺严重的 说怕那啥玩意儿 然后看不到她儿子 老儿子 成家 这么的 当时她吸引你的 就是国营单位吗 嗯 也就是吧 最典吧 结婚之后 生活反正 平平淡淡的 就那样嘛 王任辉的生活 原本一帆风顺 2008年 她和前夫双双下岗 他们开始做 农妇产品收购生意 同年 王任辉和前夫的生意失败 家里的房子被卖掉还债 这对王任辉的前夫 打击很大 她开始借酒消愁 就是这个酒啊 这个炖炖喝呀 我一看就不行 孩子也说他 说的 这酒也不能炖炖喝呀 干脆的不停 你说你对我 喝我的一点 就是不好意思 你跟他聊过吗 嗯 说了 说的已经都 就是恩书变 都没法说了 你说他是说能改 我也不能跟他俩分开 那每次聊他是怎么 不知声 我就不知声 再就是说那啥了 他就说那不喝了不喝了 闻到第二天还照样 一吃饭照样 真的 炖的吃饭就喝酒 那不行了 那根本就不行 我可就要了 就这个事挺 就对我挺那啥的呗 所以呢 一提到这儿 我就好像 心里有阴影了 就好像 眼泪就止不住 讲起前夫 曾经的酗酒经历 坚强的王润辉 还是忍不住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2014年 忍无可忍的王润辉 终于提出了离婚 之后他去广州 帮助女儿照顾孩子 直到去年 他才回到长春 开启新的生活 找一个啥事 就是人品好 有素质 有担当 还得干净 立足的 人品得放得第一位 最主要的是 也不能喝他酒 喝他酒 最后害怕 大叔 你哪儿不过来呢 咋的了 有人你拍啥的 文介儿教授 这是秦汝西大哥 王润忽然大姐 走啊 走吧走吧 大哥着急上楼 相亲对象秦汝西 64岁 山高一米六五 长春世人 两段婚姻 一段丧偶 一段离异 退休金3600元 有一室一厅住房一套 一个女儿已婚 第一项还行吗 年龄多在哪呢 就是挺普通的 一位 这个怎么说 算老大哥吧 颜色洗的嘛 形象啥子 这玩啥玩 咱都不断 今天咱都行 你这是穿着雕啊 我这都多年了 满六七年了 这柜是啥呀 那柜是酒的柜 晚上喝点 天天晚上喝 有着喝酒 咱那吃哪菜 我喝酒 咱有菜没菜 我不喝酒 喝的少是吧 一路炖一下杯 一两半二点 等会给挂着 他喝这点行不行啊 听他说话 我也天天喝 是不是天天喝 王润忽曾经明确 就跟红娘提出 不想找喝酒的老伴 但是秦如希上来就说了喝酒的事 虽然他也结识说自己并不是酒 但是王润忽能相信吗 你没说喝酒 我在等菜 我不等菜我不喝 我自己没菜我都不喝 自己没菜都不喝 我都不喝 真的 这实际上是咱有话说的 就晚了喝下杯 我这要不喝 就晚一会儿 就晚一会儿 我晚一会儿不喝 这不算多吧 嗯 不多 不多 还可以理解 可以 没事 咱喝得酒那正常 咱不喝酒咱不忍住 咱喝多就困了就睡着了 哦 我以前老老朋友是要喝 要在外面穿着喝多喝酒 那就蒙了 坐那儿吧 坐那儿 坐那儿聊的 不出闲 反正是天天晚上喝点小酒 嗯 不喝酒睡不着觉是吗 不知道 我不喝酒 不然喝茶水 我回家做茶水 那不再睡不着觉 不喝酒 就装睡觉 还不困 我哭了就一样睡 不喝茶水 她睡得更香 她给你这身高一六几 一米 一米 也没六 我先说现在也就一米六吧 就喜欢就是说养花 养鱼 是吧 不就是玩就是 没啥事就是 在了解到秦主席 平时喝酒并不多后 王仁慧表示了理解 喝酒的事过去了 接下来两个人 也关心起对方的家庭状况 及感情经历 那你家是也本事的 本事的 老家是大的 出生地是大的 嗯 那你也不能太玩 那现在给这边居住的吧 对啊 这边有房子 没有房子 租的房子 也一个孩子 对 一个女儿 在广州定居了 看来一样 都有一个姑娘 我头一个媳妇是上午的 两天回音了 上午的后别人给我借一个 借一个过得不到一年 也一定一年嘛 把她不行过不了 为什么呀 把她东西 用啊 都用工资 用啥 就因为工资就整天了 对 因为她体力不行 她整整吧 那个晚上班 那还净事吧 啥时候呢 那啥时候都有 那两个人 咱不能远赞 咱不能远赞 那两个人都互相 咱不能出眼睛不好 咱也不能把她拍下 远赞 大哥挺前卑的 你整两段回音 她自己说的她两段感情 我觉得她就是说 她再来一段三段感情失败 她都无所谓 因为她习惯了 我就不行了 我就说这个 就是说想找这一半人 必须得说得白头偕老的 那你有没有可能 她那个人家对方不适合她呀 这个事也有这个可能 那她怎么愿意咱就不说这事 本来俩人聊得好好的 在得知秦儒希有过两段婚姻经历时 王仁慧很直接地表示了不理解 面对有些强势的王仁慧 秦儒希在接下来的相亲中 又会怎样表现呢 你退休也要开多些退休 两天多 那也够用 不够用 你咱俩人要这个 你开八天 你开多些 不够不够 两千万钱 买过啥钱现在 现在就估了 估了估了 估了估了估也行 两千万咱俩就估了 都不够两千万钱 我这工资你止不上 嗯 真的我那句告识你 不管是这还成不成 嗯 没到你给我收 你工作就必须不够 不够不够 我嫁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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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能收到心中的錢 對呀 能找老伴就能養錢 對對對 是不是呀 就咱倆吧 就算你說 就我說咱倆 不行 我說我公司你指不上你不行了 不是 這樣 你就剛才問我公司是多少 這就是說明啥的 你都不能問 你都不應該問 你作為一個男士都不應該問 那問都怎麼問得了 就是啊 不應該問 我嫁的是你 不是我娶的是你 是不是啊 你不應該問 我挺反感的 這句話 不能問 真的 不能問 就說咱倆又談過論價呢 這老伴 你看你 你這退休工資多少 我還不知道你 那我真的 如果我殺我也不說 就是你覺得相親的時候問 問早了 問早了 不應該 真的 那你說應不應該問 就應該 就為一個男士 那他應該知道一點 你的信息 那行 你剛才明天找嗎 我說過了 你指不上 馬上就說不行 不適合了 咱們就沒那個感動 咱倆就說話就不行 你說話吧 你就搶話 你不願意說話了 你搶話 我搶啥話了 你不搶話 你就是我家兩段婚姻 我就八段婚姻 那是我的事 那是我的事 那你兩段婚姻 我也沒說 說你兩段婚姻不行啊 那行 這半天還落啥呢 咱倆就別落 你落啥話 沒法落了 沒法落了 這就是說戴狗 這就是戴狗 是不是 你沒有戴狗 所謂的戴狗 你不覺得是戴狗嗎 那你覺得 他不應該問你 那你問他身高 不也是一個道理 這只能回事 那你就 因為問身高 我覺得太正常了 你說正不正常 因為我要找另一半 我得知道他身高多少 就工資的事可問可不問 對不對 要是我倆相處一段時間了 那你怎麼問 那還真的 那太正常不過了 他就不願意說話 他有個問題 那你說六多歲 哪三歲 你得別的補給 你看啥都 麻將也不會 啥都不會 也就是 那黑小酒去 那個銀行大碗去 熱熱 你說你還 你還有啥 眼也不抽 我還覺得有辦法 那他對身體有好處 身體有好處 玩不多喝 不想一喝大酒 我一定對一小杯 你有杯都不錯 不是 你是覺得他在意你喝酒的事 他有點在意 那你覺得不舒服 對 他有點在意 那天天晚上 就是得 沒有別的其他不良嗜好 所以得 喝點這個也 說也可以 但是他這個脾氣 誰能結束了 就像說第一天啥了 是急了是得 就好像多大醜 那你說本來這相親節目是 就是開心的 是不是 這就是高興的事 長得挺 像打仗似的剛才 大哥 你直接給樓下了 早一個樓下 等我們 跟著搶血了 再搶一會 我給你介紹一下 劉百勝 王認輝 相親對象 劉百勝 57歲 長春世人 退養 工資2556元 有兩室一廳住房一趟 一個女兒已婚 不是 那你咋二樓的還搶著雪的呢 一樓有雪的得搶著 感覺不咋好走啊 我大夥都搶著都拿著 挺熱心的一大約 你吃完飯了 哪吃了這個 咋沒吃飯呢 沒有 中午了 中午了咋不吃飯呢 中午了咋 我也吃了你們幾點來 要招待大姐啊 我吃完了大哥 你吃點兒要不 等一會兒大哥著急呢 等一會兒哪個是你家啊 這個 這個啊 他走上樓嗎 就剛才我搶搶那個 嗯 啊 那我們比他低的是冰 這個 長得行 嗯 說形象是行 熱心腸 這個是 還可以 就是 你就是年齡啥的個頭 當時還沒有 不是 這些媽的走到外邊 我也好 她也好 走到外邊已經搶著 也搬配 嗯 你看這蠻多 不能幾個呢 十九度十八度 十九 十九 十八度 十八度 有點冷啊 嗯 這不我那個底下是那個 底下那個背 完了頂了再壓一個 還得壓一個 不壓一個冷 大哥這可以買了點水果啊 啊我還要 招待我們的啊 嗯 你說你都裝啥人 你說你裝代理 要不讓我們吃啊 不是 吵一吹我哪 昨天大哥可以跟我說 問你愛吃啊水果 嗯 說給你買點水果 嗯 水果啊 葡萄 再就是那個 綿葡萄 嗯 這啥是這啥是 那正好 大哥就買葡萄了 這這不行 不行了 這個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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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了 我自己自己來吧 因為給他送回就行 哎呀大哥 挺會照顧人呢 嗯 主動給你拔橘子 媽會吧 這大哥行 就不樂趣 嗯 不樂趣 對 得逼得我吃 嗯 謝謝 謝謝 就送到一個地方 嗯 平時會客在這啊 哪有客啊 也不來也不 我媽媽 我們去世以前吧 我家的時候 我給我錢 這也 早餐沒有了 咱來幹 就長年沒人來 總是自己一個人 嗯 那是不是也挺孤單的 那 不孤單的找伴兒來 我姑娘說 那個 爸你別找自己過 我說孩子 我說不是 我說爸不是說 為了找女人 我說爸找有個伴兒 你最起碼的 回家 在鬧喝什麼 你又有個伴兒 你知道你 你看那啥子 孩子說那啥子 那那 我也不管了 我應該覺得咱們咱們 咱們咱們 咱們 那女兒不支持你找另一半 我看聽這話 是嗎 她不支持啊 她那孩子也 就是得 運行 兩個人給對方的意思都不錯 正當倆兒越烙越熱乎的時候 劉百勝的言語中透露出 女兒不支持她找對象 這個小插曲會影響王仁輝接下來的態度嗎 退養是怎麼回事 我還沒聽錯過 退養就是那個 不是有那個政策嗎 過了55可以退養 到了60正式退休 你退養這個工資是 現在還歸七兩晚 還在職 就是按你退養的錢給你開 到60週退以後正式 退休的工資 對 那你為什麼要退養啊 幹不動的 因為就像我今年吧 將近開40年 出頭畢業就說幹 那你就實在就開不動了 退養的那些工資 怎麼給你們開啊 每月 那個2556 就是固定的 不像一張人退休 還能漲 就是死的 到退休的時候 你如果到60了 那怎麼給你怎麼開到那時候 最低是5500以上 就這麼一個港 到60才啊 嗯 我現在做午餐了 我媽的事都完事了 我準備想出去打個零工 她就在笑了呢 啊 我以為來年開村 我最近的話我覺得挺難的 我得好 得明天開村 嗯 嗯 我媽那時候三周年 完了那個 我都還有病了 我都給你們幾大醫院了 第一次守護個那個中日 第二次守護個雞大 治上癌 所以說這些事兒吧 都得你去照顧一下 不是我 不用照顧 那你能不能擔心嗎 你這個 廣東地下的 你能不能看那啥 嗯 嗯 所以這挺壓抑的 我說等他來年開村再說 這就是藉口 啊 這不是勤勞的人 看出來 如果勤勞的人待不住 他兩天都開村 你在上面幹點啥 一直知道明天開村 你都說那個人我笑 女兒的不支持 並沒有影響王仁輝 對劉百勝的看法 但是得知 劉百勝已經退養回家兩年 好強的王仁輝覺得 劉百勝有些懶惰 並且缺乏對家庭的擔導 對於王仁輝這個擔心 劉百勝給出了解釋 不是 我這不是退養 就六十之後 誰能弄身說的 他正常按正常提醒我那個 那麼開也不知道 不是這正常的 正常的啊 你要拿著文件呢 不是 這探討 對對 那天那個啥是 這才來吧 我剛才喝酒的 我剛才喝酒的 白痴你當地是五千五 最少的五千五以上 好 可說了吧 吳同志 白痴沒啥可以的 我回你說 你做好好的樣 把這個樣子保養好了 哪個錢多哪個錢少 你做個想想 嗯 嗯 就跟同志都說了 就是 你放棄了 嗯 就是那個啥 有他 他老瓜的姑娘 人家給他 那單位的教課 他知道 劉百勝和同事的語音對話 打下了王仁輝的疑慮 因為王仁輝的前夫 嗜酒成性 對他影響很大 所以他在找對象時 本著對方不但有擔當 更需要適量飲酒的原則 在了解到劉百勝基本條件 可以達到他的要求時 王仁輝開始關心起劉百勝 平時喝酒的習慣 看這兒你會做菜唄 你會做菜唄 天天晚上喝點兒 多長時間都不做了 啊 多長時間都不做了 嗯 咋不做了 你上飯店呢 不是 買在現場得了 這叫外賣 不外賣 就買現場買 買點熟食啥的 買雞蛋糕了 買點餅了 買點啥的 玩來喝點兒 喝一口我看電視 玩來看電視 玩來看電視 我都沒有了 我都抓一個 嗯 蓋蓋一個睡覺 有酒 天天晚上也得喝一頓酒 是吧 對 就家涼 對呀 就家涼酒 不喝酒睡不著覺 就是必須得喝的 不是 那你自己回個家 那當然沒什麼事 你幹什麼去 自己就得喝 那你那意思 你長的另一半就不喝了不 啊 長的另一半就不喝了不 不是 少喝點兒給錢 那你就別說 你說自己待沒事兒 你說天天晚上 必須得喝一頓 嗯 嗯 那你 喝了點兒酒 你殺 也不拍啥事 也不能說是殺酒 你該幹活幹活 你少喝點兒酒 你就增強那啥 增強免疫力呀 對 這煙挺貧的 那手蓋都抽黃的 不是 這是什麼 這是受得上的 不是抽黃的 對 我這是 我這是 你手上是紋的 整個紋身的 嗯 常年單身生活 讓劉百勝 感到孤獨 為了排解寂寞 他每晚都會少喝點兒酒 劉百勝說 他雖然常年喝酒 但是從來也不會喝毒 就在倆人溝通 關於劉百勝喝酒的問題時 王人魂 驚奇地發現了 劉百勝抽煙的習慣 本來對於喝酒 就有想法的王人魂 在得知劉百勝抽煙後 他又會作何態度呢 天天晚上喝酒 這事兒我覺得挺 嗯 接觸不了 你要說的 沒辦法 嗯 只能說 現在喝二兩 等到在宿舍大來喝一兩 媽媽 不能說現在年輕人的乘風 越喝越多 今天還一包鹽 是不是 你兩樣你都可一樣了 你這兩樣全來 對 他不抽煙 就是天野機 如果今天天晚上二兩久 那不是事兒 我抽煙沒事兒 抽煙沒事兒 你這抽煙沒事兒是怎麼講的 我抽煙是抽殘煙 你一天一包煙還是殘煙 不是這個錢的事兒 你看他們吸煙咋的 這個味兒 他們就是 會癌 你這樣 你這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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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你 你現在也不願意抽到煙 但是你這麼多年 你就有癮 你現在嘛 這是十四 那可以說 簡單 抽七八塊 不是差你抽煙 花錢的事兒 你就要聽懂了大哥 就是說抽煙那個味兒 就我不喜歡 完了 花生回來 如果你不喝酒 就抽點煙 那這個 我覺得有性可言 你說你現在一天一包煙 而且晚上還得不能喝酒 好吧 那就這樣吧大哥 那你這個 你倆的生活習慣 還是難以給我 是吧 能看得出來 這劉大哥呢 是一個熱心腸的人 邻里鄰居呢 處得也都不錯 雖然呢也喝酒 但是呢有節制 咱王大姐不也說了嗎 對於酒呢 它是很抵觸 但是如果另一半呢 能夠合理地規劃 有節制地喝 它也能理解 但是很可惜啊 兩個人最後呢 在對待生活的態度問題上 有些差異 沒能牽手成功 現在呢 有很多單身的大姐 都把不吸煙 不喝酒 掠入了擇偶標準當中 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樣的擇偶標準呢 並不是苛刻到必須 低酒不沾 他們呢 只是希望對方呢 能夠有好的身體 和健康的生活習慣 畢竟年紀越來越大嘛 稍微有節制的生活 才能更好地活著 王大姐這次呢 沒有找到合適的 沒關係啊 也許呢 屬於你的緣分 就在不遠處 我們也會繼續 給您介紹 那各位電視機前的 觀眾朋友們 有相中我們男女嘉賓的 就趕緊拿幾電話 撥打我們的熱線 或者是掃描我們 微信二文碼 跟我們聯繫 那今天的節目 就是這樣啦 感謝你的收看 咱們下期再見 她跟前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只有半個房子的產權 那不叫一個屋 她住她的 她吃她的 我住我的 我吃我的 她找老伴要求高 首要條件低有房 前面都要一夜已經見到個人 就全都能斷不動 不遠百里來鄉親 可現場為啥如此尷尬 鄉里鄉親 倒插門咋就這麼難 下期播出